NTU Core 操作教学影片,发布影片篇 Core 的影片功能有什么用途呢? NTU Core 影片功能支援 MP4 和 YouTube 档案 老师使用此功能能上传课程相关之影片档案 学生能观看影片并针对特定内容留言 老师和助教也可以回复留言 平台也会提供学生观看影片的数据 让老师作为调整教学的参考依据 提醒您,影片需加入课程内容的单元当中 学生才能观看哦 如何上传并发布影片至课程内容呢? 首先,以台大记中账号登入NTU Core 点选左边侧边栏课程内容之按键 在您希望加入影片档案的单元旁边 点选加号将影片新增到单元当中 接着请按下下拉选单 选择外部工具 并选择影片 接着画面上会出现您目前已加到过的影片总表 若您想要新增影片 请点选右上方的加新增影片按钮 您可以选择从电脑上传一个MP4档案 或者是使用网址加入YouTube的影片 我们这边先示范从电脑上传影片的方式 请按下画面下方的蓝色大方框 从您的电脑中选择一支影片 请注意或只能接受MP4的档案格式 影片档案选择完成后您可以编辑标题 确认完成后请按下左下方的上传之按键 影片上传完成后请点选OK 您会看到总表中出现您刚刚上传好的影片 请按下这支影片 再按下右下方的新增项目 影片就加入单元之中了 最后请记得点选影片旁边的禁止符号 让禁止符号变成绿钩 就能够发布这支影片让学生看到了 步骤总结 一 登入NTU库 点选左边栏课程内容 二 在希望加入影片档案的单元旁边 点选加号 以新增影片到单元中 三 点选下拉选单 选择外部工具当中的影片 四 点选加新增影片 从电脑上传一个MP4档 按下画面下方的蓝色大方框 五 影片选择完后 可以编辑标题或点选上传 六 点选OK再按下新增项目 影片就加入单元当中 七 最后点选影片旁边的禁止符号 禁止符号变为绿钩 学生才能看到影片 后来 拍到这个影片 黄色探索主